Hello 大家好 我是施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 昨天有警察在打理盘灾期间不幸失足的事 本身这件事没有太多讨论空间 就是一个悲剧 大家都会觉得很不幸 有一名警察在休假期间发生了这些意外 但想不到昨天相关的新闻一出 整个联登简直是一个网络大哄动 很多联登仔说了很多无人性的说话 不停在说慶祝 諸如此类的说话大家能够想象到 甚至还有联登仔想着藉着这件事 構思了很多牵涉犯罪的计划 联登仔想着藉着这件不幸的事 继续他们的开花行动 究竟详情是怎样呢 稍后姐姐会慢慢和大家说一下 今天希望大家可以留言一声R.I.P. 去悼念这位警察的不幸离去 因为这些尽忠职守 敬业咬业的人的离去 不论是对于警队来说 对于香港 对于正常人来说 确实都是一件悲剧 另外也希望各位可以留言订阅赞好 分享我的影片给其他朋友看看 或者就是素描隔离的二维码去支持一下我井仔 现在节目就正式开始 其实大家已经可以预想到 究竟昨天的年灯 究竟是一个什么的光景 有很多人就出现侮辱 贴了很多古灵精怪的图 其实这些因为预讯了 所以我看下去的时候 我都没那么生气 但其中有一类的留言 令到我看到人是有点扯火 因为有些人就说 哎呀我自己很想去悼念这个警察 但一个保安局局长都说明 悼念恐怖分子是犯了国安法 所以就不敢去悼念这一名警察 我心想省点 这些人 我们中国人通常都是说 人死为大 猜不到还有人藉着这件事 打算借尔哈下边 去说香港警察是恐怖分子 喂大家心照啦 人家说明不准悼念那个是孤狼 悼念孤狼才是违反国安法的 不过悼念正常人 哪怕他是不是警察都好 都是绝对没犯法的 更何况 今次这一名警员 根据相关报道 他平日就是一个乐善浩斯 而且又喜欢做义工的人 不是那些没有黑历史的警员 只是这一点都更加值得我们去悼念 那些连登小黄人 故意不分青红造伐 就将一个最大涂天的和一个正常人 硬是要混合出来说 喂 悼念孤狼明显就是四处散播恐惧 悼念正常人只不过是一个很正常的表态 有时真的觉得连登小黄人是极度无耻的 但有时想心一尘 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落井下石 这么喜欢不分青红造伐去说歪理 这么喜欢在人家伤口上耍炎 其实是因为他们输得太过紧要了 特别是由19年开始经历了那两年之后 其实他们个个心里都知道 自己根本就是完全输了 他们很多信仰人物 走的走 坐的坐 他们都知道在政策上 很多外国战线 他们根本不会再获得任何的胜利 所以他们唯有在这些不幸事情出现之后 就不停在人家伤口上耍炎 不停踩踩踩踩踩踩 然后再用那些小学鸡的逻辑 让他们自己在围络自我安慰 以为自己赢了一场胜仗 其实这些人真是极度可悲 接下来就是说说今天想说的重点 居然有连登仔提议 他们要假扮警察去破坏替警员悼念的场地 以及去骚扰甚至乎去伤害悼念的相关人士 因为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话 都知道7月1日之后 有些人买了白花去铜锣湾摆下 大家知道什么事了 看看我的观众 然后有些便衣的警察 就很迅速去清走那些白花 这个理所当然 因为你是在散播恐怖意识 做些不对 甚至乎是国安法的事 当然是要立即清除 但是那些连登仔 居然想着东撕西夏 想着去青虫观的附近 看看有没有人去摆白花 如果谁摆白花 就立即去踢走那些白花 拿去垃圾桶 总之就要摧毁一切和悼念有关的事 然后甚至乎夸张到还说 要想着去捉悼念的人去打 然后还说打完人之后 说自己是警察 因为反正就不用出委任证 到时只要走得脱 对脚跑得够快便可无事了 他们还扬言说 别人会以为他们是真警察 所以不敢还拖 另外也有一帮人提议 就是去扮警察 去和悼念的人 一人派一张599G 想着乘机骗下钱 跟他们说 你直接言兜兜给现金 就可以给少一半 还有乘机去抄下那些人的个人资料 因为同一警察悼念的人 在联登仔眼中一定是他们的敌人 当然是想办法去拿他们的个人资料 到时就可以去把那些资料交给他们的组织 即是那些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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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组织 其实这些计划 就真的相当之邪恶 相当之大毒 其实我本身想着这个帖 有人留了这些言 我都想着去CAPTO 又或者按一下F5 去更新一下他们 还有没有更多更新的东西 但是我一按F5之后 整个帖都直接没有了 估不到现在联登admin 做事是这么快手的 我都未来得及去保留证据的时候 就已经剷走了 还有恐怕在联登留言 留得这么明目张胆的人 就算我CAP了 我上报了上去 通常那些人都应该真是身在外国 才那么轻便去说这些那么衰的事 我不说粗口了 其实这些联登仔他们所谓的计划 是阴毒是邪恶 但是同时都很弱智 因为正常一个成年人来说 当然知道你处于香港社会 有什么是做得 有什么是不做得 这些大家当然知道 你拿白花去铜锣湾悼念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你在铜锣湾悼念 当然会有警察走过来 但是如果你正正常常去悼念其他的正常人 其他的正常事 而你又没有阻止条路 你又没有堵塞马路 又不是弄到整个地下 骚髒破坏环境 好地地又怎会有警察过来去干预呢 所以说到这里 有时都要提醒一下各位正常人 大家日常生活的时候都要小心点 因为这些可能会有些小黄人 会特意想着去扮一下警察去搞事 去骚扰一下正常人 然后再顺便破坏一下警察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 那些人也都说 现在警察做事不需要出事委任证 只要说自己是警察 去搞人完全没问题 在这里我也想去反驳一下连登仔 虽然我都知道没有连登仔看我的节目 不过我都照样说一下 其实出事委任证这一件事 根本就是说很多19年的特殊情况 有很多电光火石期间 根本就来不及去展示 因为我一展示了一张委任证 你立刻动手打我 根本都没有手挡 没有手去捉住个犯人 那怎样展示呢 很明显就是要捉住他 让整个现场环境稳定 之后回到警局 想看着委任证看多久都没问题 甚至乎进入去的时候 影印那张委任证 让你看十年都没问题 但是有时看到那些黄人 经常都要在这件事上抹黑 抽水 甚至乎打算用这件事 让他们方便去假扮警察 假扮特权阶级 周围对着其他人拳打脚踢 其实根本就是去到2020年的时候 社会已经开始陆续回复稳定 根本个个警员都已经是走得正 站得正的了 他们执行职务期间 给个委任证你看 就给个委任证你看 有什么这么大问题 所以都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观众 特别是现在2021年 如果有人贸贸然跟你说 自己是警察 对你提出有任何要求 各位正常人都首先要叫他 你出示委任证 否则真的可能随时被这些黄人得逞 例如有人说 自称自己是警察 他又不是穿着军装 身上又不像有枪 之类 你对他身份有怀疑 你都叫他给委任证你看 哦 确定他是警员 你就给他身份证看 否则就是给那些黄人看到你身份证 你全部的资料都给他了 到时他会不会拿去借钱 或者有其他骚扰的行动 什么拿去签一下担保人 又没有签其他人签名 这些东西 真是很难说了 而且前排都有不少这类的骗案 因为有些人 特别是黄人 刺着自己生得相对健康 刺着自己的鼻子 就说自己是警察 然后就刻意找一些正常人去欺负 对着一些正常人提出 诸多不合理的要求 然后那些正常人 叫他拿一张委任证出来的时候 一巴掌扑到别人那里 然后就说 我的拳头就是委任证 不信的话就抓他回去警署 男的打女的就不知怎样 冒求去破坏 即假扮警察去破坏警民关系 除了破坏警民关系 那些黄人 或者是某些犯罪分子 就很喜欢 随便作些谎话 就说他们犯了某些法例 诸如此类 叫他们交了银包 手机 身份证 全部都交出来 然后再去客人 就跟他们说 你们不用报警 因为自己就是警察了 所以顺便藉着这件事 真的要提醒各位 要小心一点 特别是穿着便衣 不是说他们捉住个鼻 说自己是警察就是警察 但凡有人自称是警察 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 大家都要想清楚 以及不要那么容易 就去形成一个独处的机会 人家没出事委任证之前 人家说去过静点的地方说话 那就不要了 继续去多人的地方说话 大家几十对眼看着 万一他想着做些什么都好 其他正常人都会建议勇为 那就没那么容易 让那些小黄人走得掉 还有遇到有些什么不明的地方 觉得有危险的 就算他自称自己是警察 但你确定不到的话 别管了 打了999先了 因为宁愿有误会也好 都不要要自己吃虧 特别是现在的黄人 他们更加轻闲那套 孤狼式的行动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旁边 那只是不是孤狼 还有就是说 有些人去扮警察去犯罪 这些事情 其实之前都已经有不少的新闻 所以大家都要藉着这件事 藉着连登仔说过的计划 好好地去保护自己 特别是连登仔现在 他们输了 所以他们就很想去吃下 警察的人血馒头 让他们有更多好的借口去搞事 因为今集说的东西 就比较痛苦 比较生怒 所以我也不会稀皮笑脸 有笑容去说 所以今集说下去的 我的口吻可能相对沉满 但是我也是这样 因为说一件伤心的事 的确是需要有一个严肃正经的态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 就记得留言订阅 赞好分享给其他朋友 或者扫描旁边的二维码 好就这样 拜拜